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巴基 欢迎回到巴基漫谈美国 现在是美西时间2021年1月24号星期日 首先祝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 今天有三个好消息带来给大家 第一个消息是来自拜登新政1.9万亿收购法案当中 对于家庭的孩子部分给予的3600美元和3000块钱补贴 有一个消息方面的进展 第二个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加州劳工部在昨天正式更新完毕 他们的失业金系统又是有一些特别注意的地方 包括一些好消息也是陆续的出来 那么稍后巴基给大家做一个信息的分享 最后是来自宾夕法尼亚 在1月22号星期五正式开始发放了 他们为期四周的每周300美元失业金补贴 当中有些详细的申请情况 巴基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享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拜登新政1.9万亿 纾困法案关于孩子相关的补贴 根据1.9万亿草案 是给予6岁以下的儿童提供在今年报税的时候 一次性退税3600美元 儿童退税抵扣额 在6岁到17岁提供儿童抵税额是高达3000美元 而在往年最多只能够提供2000美元 儿童每年报税的时候提供联邦所得税相关抵扣 而根据之前的现行税法 目前的儿童抵税额是不能够进行返还的 但是根据最新的民主党参议员立法方案 他们打算将这种立法变成一个常态化永久化 也就是说在每个月给美国每个有孩子的家庭 提供这样的一个相关每月退税补助 如果你们的总收入 在目前儿童抵税额范围之内 你们就能够拿到6岁以下的孩子 可以每个月拿到300美元的退税 6岁到17岁可以每个月拿到250美元 这种情况将会变成常态化永久化 可以让每个正在抚养孩子的家庭 大大的缓解他们的压力 而且这些钱是能够通过直接付款的形式 每个月到你们的退税账户 这是比之前不能够通过直接的一次性退税 或者是相关如果你们的联邦报税 不能够达到相关的底和额 多出来这些钱你们也是没有办法拿到的 所以目前民主党参与 希望能够把这种形式更加具体化 更加现实化 这样大家每个月都能够看到 有一笔钱来到你们的账户 把这些退税 不要求你们的报税一定要达到某个标准 然后进行相关抵扣 可以直接通过每个月的形式 拨款到你们的账户 这样子的话可以大大的缓解 每个正在抚养孩子的家庭 能够缓解他们的很大的压力 那么这样的一个体验 目前正在修改当中 非常大的可能性会在今年的三月份 在美国参众两院开会的时候 会得到双方的投票 有可能会投票通过 那么如果投票通过 在今年报税的时候 大家就能够拿到3600美元和3000块钱相关退税 另外在未来的每个月 在2021年每个月都能够获得300块钱 或者是250块钱 给予你们孩子的相关每月补助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 那么拜登的1.9万亿输工法 能否得到最终的实施呢 还要看二月下旬和三月中旬呢 这一个多月呢 能否得到参众两月三分之二的议员投票表决通过 如果能够通过 大家就能够领到相应的福利 包括额外1400美元相关的输工金退款 另外呢 每周提供400美元设计金补贴 一直是可以延续到2021年9月30号 好 那么以上是来自拜登1.9万亿输工法案 最新的消息面更新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加州劳工部在昨天最新的消息方面 包括他们的系统呢 已经是彻底的更新完毕 有一些好消息 八戒分享给大家 根据2021年1月23号 昨天加州劳工部最新的消息 已经更新完毕 修复完毕之前的reopen 或者是不能够获得之前四周的 失业金相关的更新 包括连续十一周 每周额外300美元 从2020年12月27号 一直是到2021年1月23号 整个四周的失业金验证呢 已经是彻底的更新完毕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八戒之前的视频 因为八戒在上一周呢 发的第一个视频呢 是告诉各位朋友 在当天呢 已经可以更新两周的时间 是包含2020年12月27号 和2021年1月3号 这两周的时间 大家是可以得到最先的验证 那么在今天呢 如果大家登录EDD后台呢 已经可以看到 加州劳工部后台呢 已经开放了 2021年1月10号到1月16号 这一周和2021年1月17号 到2021年1月23号 这两周的失业金验证 也就是截止到23号之前呢 从27号到23号 整个四周的失业金呢 都是完全可以更新验证 并且能够在下周一 或者是下周二得到付款 那么另外一部分人群呢 如果在DP呢 你们的REUP 还没有完成更新呢 那么在昨天 或者是在上周呢 已经全都是更新完毕 大家在上周呢 已经在第一次的更新当中 更新完毕了 2020年12月27号 2021年1月3号 2021年1月10号 这三周的失业金认证 大家在昨天 或者是在前天 已经可以看到 你们的账户当中 获得了这三周 额外的300美元付款 包括基础失业金 而今天 如果你们再次登陆的话呢 你们可以看到 最新的一周 2021年1月17号 到1月23号 这最新的一周 失业金认证呢 也是开放给大家 进行相关的问答题 大家验证完 所有的失业金状态呢 也能在下周一下周二 获得这最新的一周 额外300美元 包括基础的失业金 都能够如期到账 那么今天呢 加州劳工部呢 已经是彻底更新完毕 他们的失业金系统 大家要及时登陆后台 及时进行验证 以确保你们在下周一 下周二 或者是下周三 都能够看到 相关的失业金呢 能够如序的到账 大家千万不要着急 因为这个后台更新啊 它也是有一个时间段 很可能你的账户呢 今天登陆没有 很可能明天就会有 这样的一个验证提示 八戒在今天上网的时候 已经看到后台私信 很多的朋友们告诉我 今天已经得到了两周 或者是得到最新一周的验证 这就根据你们之前 是验证了两周 那么这次验证呢 就是继续两周 那么如果你们在这之前 已经验证了三周呢 那么今天登陆后台呢 就是提供这最新的一周 截止到1月23号的 这周的验证 大家赶紧回答完相关问题 好在下周一下周二 能够如期到账 那么还有一个 加州劳工部的推文更新呢 他们在2021年1月22号 下午四点半的推文 已经是告诉给大家 目前从即日起 你现在在收到 加州劳工部 对于你们身份验证 欺诈信息的相关请求之后呢 你现在有之前的是10天 现在延长至30天 可以从即日起延长至30天 验证你们的身份 然后呢 你们需要跟RD点秘 进行相关的交谈 包括提交你们的身份材料 可以通过手机 笔记本电脑 或者是平板电脑 进行验证 提交身份信息 那么八戒在这里呢 也非常感谢各位热心的网友呢 提供相关的信息 八戒在上周五的时候呢 做了一期视频 告诉给大家 目前呢 整个RD点面 他这个网站 其实是24小时 正在运作的 所以八戒榜 已经通过凌晨这个时段 进行验证的这个技巧啊 分享给大家 目前在底下评论区呢 也有网友给八戒进行反馈 他说到呢 他就是从晚上的6点多 开始排队的 然后呢 一开始是等待了五个小时左右 后来时间呢 又变成了两个半小时 然后时间呢 又突然的变回了五个多小时 但是呢 他在凌晨四点钟呢 然后进行观看的时候呢 发现一下 他这个时间已经缩短为二十分钟 然后稍后呢 就是很快的就是进入到这个正在连线当中 跟这个视频验证的人员 大概是在凌晨的四点半到五点半之间呢 就是完成了这样一个验证 整个验证的时间呢 是不超过十五分钟 只是问了一下基本的信息 名字 生日 地址 然后呢 给你们的正在提供验证的身份呢 比如说RD呀 或者是公卡 或者是绿卡 进行拍照 如果你们需要翻译呢 他是自己帮他的妈妈在现场进行翻译的 然后大家呢 可以从底下评论区 看到这位网友的留言 也是非常热心 包括在底下评论区呢 还有网友呢 也是看到八件分享的技巧呢 都是陆续的完成了相关验证 所以八件呢 把这样一个信息再次分享给大家 希望能够帮助各位朋友们 在受到欺诈相关身份验证的时候呢 尽快通过RD点灭 通过上述技巧呢 能够帮助你们 更快更好 更安全的完成验证 那么大家如果还有不太明白的地方 可以在底下评论区 看一下各位网友的留言 然后如果没有跟你情况一样的呢 可以再提出你的问题 等待热心的网友 帮助你解答 基本上常见问题呢 在底下评论区都是有很多热心的网友呢 在不停的做出解答 八件在这里呢 也非常非常感谢各位热心的网友 在互相帮助 帮助我们华人同胞 能够更快更好的领取 应该属于你们的失业金 避免这个欺诈的问题啊 一直是困扰着你们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聊一个最后的问题 最后的消息呢 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 宾夕法尼亚州 在1月22号星期五的时候 正式公布了官方消息 目前所有的宾夕法尼亚州 符合资格的失业申请人 可以从1月22号周五开始 提交你们的最新4周的 失业金认证申请 也就是从2020年12月27号开始 一直是截止到2021年1月23号 这四周的验证呢 他们已经是完全开放 大家登陆宾夕法尼亚 劳工部后台 失业金后台进行相关验证 回答之前 所有的验证问题之后呢 这四周包括额外失业金300美元 都能够如期到账 也包含你们的基础失业金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赶紧登陆 那么由于你们任何原因 如果在数周之前 也就是在2020年12月26号之前 已经失去了你们所有的 失业金时间和金额 全都是到期的话 那么宾州给出了详细说明 你们必须重新提出索赔 才能够继续获得验证 如果你们不能够提出 重新索赔的话 你们的失业金账户将会失效 所以目前呢 PUA整个的失业金账户 如果处于非活动的状态 都是需要提出重新的索赔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那么目前生活在宾州的 华人朋友们 如果符合以上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 赶紧登陆后台 符合所有条件 失业金还没有到期的 就可以继续验证 你们的失业金会延长 后面的11周 每周300块钱 都能够立即到账 首先到账的是缺失的这4周 另外呢 如果你们失业金 全都是到期呢 就要重新提出索赔 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另外呢 如果你们在这之前 没有申请过宾州的失业金 你们必须重新提出申请 在2021年 现在提出重新申请 然后等待后续的审批 才能够完成相关的追溯 能够追溯到之前的 从2020年12月27号 整个这11周的失业金呢 也能够获得如期的补发 这个大家一定要赶紧申请 如果错过相关的时间呢 很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追溯 这在宾州的朋友们一定要赶紧注意一下 相关的官网信息 大家可以登陆官网查询一下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来自今天 最新的关于1.9万亿书工法案 和加州劳工部 以及宾州劳工部 最新的失业金消息更新 如果有想跟八戒交流沟通讨论需要办呢 请在底下评论去评论 或者是给八戒私信 喜欢八戒的朋友呢 请点赞评论关注 有关注的朋友呢 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谢谢大家